字幕提供 好了,你現在在聽的是 浪費冷氣特備九鐘序節目 希望大家幫幫忙點贊、訂閱和分享 鄭棍分類員說 謝偉俊不會玩得很久了 我也認為是 苦樂平洋說 內地已經用危害國家安全 取代了反革命 其實取代了反革命的是反動罪 不是危害國家安全罪 是反動罪 有這些 不過現在不會用這些法例去告人 說真的,國內也很少 你有沒有聽過有人說反動罪? 很少的 基本上不會說的 你看看國內那些大哥大姐 哪裏有說反動的 不說這個字眼 比較少說 別人在電台節目上說 其實我自己也有說過 反動分子 我也有說過 但是 你作為一個特首 有些事情 老實實 你說的話 就不太行 一般人說 都沒有什麼所謂 但是 你不是一般人 你是特首 不是長所欲言 有些人說 特首都有言論自由的 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是這樣說 我又說過實情 這個 這又是回到 李克強說的話 你有公權力的人 說話 你一定要謹慎一點 這就是現實的問題 你不相信我也好 有些事情 我也是照樣會說的 還有 現在又說一下 文本思想是什麼 習主席經常說 以文為本 如果你有留意 習主席的著作也好 他的講話也好 他講的很多事情都是 以文為本 做事是不是 國內是不是現在做事都是以文為本 我認為 很多情況下都是這樣的 有一句說話 就叫國以文為本 社跡 亦為民而立 這個名句 就在2018年6月29日 習近平總書記 在主持中共十九屆 中央政治局第六次集體學習的時候 的講話裡面有引用的 習近平總書記怎麼說呢 他就說 國以文為本 社跡亦為民而立 加強黨的政治建設 要扣緊民心 這個最大的政治 將贏得民心民意 匯集民志民力 作為重要著力點 要站穩人民立場 貫徹黨的群眾路線 和人民 想在一起 做在一起 堅決反對四峰 特別是 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那四峰是什麼 這個呢 有四件事 一個是形式主義 第二個是官僚主義 剛剛說過的 第三個就是享樂主義 第四就是奢眉之風 所以就叫四峰 所以就叫四峰 好了 特別是形式主義和官僚主義 始終保持黨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係 但是 在香港沒有共產黨員 李家超不會是共產黨員 但是 嚴格來說 你是代表中國共產黨做事 你在香港 做特首 你是代表中華人民共和國 而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執政黨 就是中國共產黨 你做事不可以影衰中國共產黨 現在最慘的是 香港有很多官員做事 結果就是 在 中國共產黨面上貼屎 某程度上是 喏 習近平總書記怎麼說呢 人民群眾 對我們擁護不擁護 支持不支持 滿意不滿意 不單止 要看我們怎麼說 更加要看我們怎麼做 實幹方能輕幫 實幹方能強國 實幹方能富民 這就是習近平總書記所說的 這是一個文本的思維 不是官本位的 不要以為中國大陸 官本位 說的話 都是一定要問本位的 其實是 那新山就說 他猜天林遲早被拘捕 那我不知道天林是誰 誰是天林 哈哈 誰是天林 哈哈 我不知道誰是天林 誰是天林 誰是天林 會被拘捕 這是什麼人 哈哈 哈哈哈哈 那 那 KW王說 黑暴請超哥吃汽水油多彈子 其實 謝偉俊說的話 其實他反映了 很多小市民的心聲 因為 我九月的時候 也有很多人跟我講類似的事情 其實 就是 不過這樣 有些人 就 覺得避了就算了 有些人是避無可避的 當然 賺食車的人是避無可避的 很多人都瘋狂被人抄牌 但是 你說 現在這樣的做法可以不可以 我不是說不行 特區現在這樣做也可以 不過你有些代價 而付出代價的不是特區政府的官員 不是坐在立法會那班議員 也不是 坐在區議會那班區議員 也不是關愛隊 現在 到最後 你們這班人做不好 付出代價的就是 中央 和共產黨 中國共產黨 因為所有壞事都會入 中央數 也會入中國共產黨數 是這樣的 很奇怪 香港的官員也好 議員也好 做壞事 其實那些人直接就立共產黨了 就像Jacky Leung那樣 Jacky Leung就馬上把責任推了下去 說愛國者治港是失敗的 愛國者治港是由中央提出的 所以中央就要負責 他們是這樣推的 那中央是中國共產黨 最壞就是共產黨 當然不是 我經常都說一件事 你們做些事情不好 你是拍攝中國共產黨的 好心你做好些 有些事情 不是你口硬 喊交喊贏就可以了 說真的 大家都是拿回 習近平治國理政裏面的 文章來說 我們這些人比你熟悉 老實說 我是隨時可以找到的 因為我有很多本書 習主席的那些書 我差不多都看完了 其實有些事情是很簡單的 你看一下 就算 中國共產黨現在也是做一些民本思想 你說沒錯 是不是有些做生意的人 現在會很煩 其實現在是會很煩的 就是在國內做生意的人 我也理解 就是我理解國內做生意 尤其是 規模以下的人 做生意的難處是很大的 現在在國內 這些我是理解的 有些官是做得很離譜 但是 這些地方官做的事情 我也要說 不是中央下命令 就是有很多事情 現在的情況 為何會搞到現在這樣 其實 中央的文件 很多都是建議的 寫著 等你下面的那些官員 根據地方的情況 去做好事情 但是 在過去幾年 有很多事情 實際執行起來 我覺得 都是 離開了中央的要求 我舉個例子 譬如管遊戲 你覺得是否真的 中央要管得 這麼死 搞到 幾千億的市值沒有了 是不是中央要求這樣管 我經常都說不是 有些人是亂來的 根本就沒有 好好理解 中央文件的精神 亂來的 一落到地方 有些權力在手 他就亂來 其實有很多事情 我的看法就是 如果你對 習生的著作有些了解 其實 為什麼習生要搞學習強國 那些 其實就是想 那個施政是更加精準的 那些人 理解他怎麼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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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你做官的人 就做一些事情 合他心水 但是這些不是 這些是 也要多謝一些網友 多謝Ringo Chan 你的支持 非常多謝你 還有Sam Pig Lam 以及Ray Yim 也要多謝你的支持 三文治就說 關於X隊 請人60元 一個小時 派單張 就沒有人拿 其實現在 小市民 說真的 很無奈 在香港 還有 每天都看到超哥 班底他們 不斷唱好自己 做好那些事情 做那些事情 但是 他們 說到底都沒有文本思想 其實是 還有 現在說一下 另外一本書 就是 習近平 著作選讀 第一第二卷 但是 其實這兩本書 又不是自國理政 這兩本是第二本 它裏面 就有 黨十八大以來 習近平總書記 對新時代堅持 以及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有深遠的理論 以及 實踐指導意義的 重要文獻著作 在國內 理論上 官員是要讀的 這些文章 是要知道怎麼做的 就算他們 決策的官員未必知道 下面的文章 全部都要熟讀這些文章 其實他們還有學習會 他們有 習近平著作選讀的 那些 其實 你如果看過這個習近平著作選讀 有一個很深刻又強烈的感受 就是 根本都是說 堅持人民至上 這個是 最根本的政治立場 就好像一條紅線一樣 是貫穿 整部著作的始終 習近平總書記說什麼 我將無我 不負人民 他是有他的歷史擔當 和人民的情懷 當然 你說 現在國內 都有很多挑戰 我當然理解國內 有很多挑戰 但是 現在還是不斷 想辦法去處理那個問題 雖然市場上有人傳 現在拿的錢就拿去救股市 是有政策出台的 中至頭的股市都升很多 但是 我提醒大家一件事 很少真的拿一大塊真金白銀去救股市 在國內 這個 一定要小心 還有 現在還有 說要 有傳聞 把股價 和公司的市值 作為一個考核指標 就是國企 但是 但是 這個 不會在根本上 令到國企變成 超級暴利 所以你一定要留意這件事 現在拿出來的一些政策 不是真的被你倒單邊說股市一定會慢慢上升 我再說一次給大家聽 還有現在 降準的政策 拿出來 其實 主要都是救了那個樓市 為什麼呢 其實 在國內 真正 參與股市的人 是不多的 一般人很少參與那個股市 現在是 因為 在A股那裡輸錢的人太多了 根本都不講股票 內地很多人 其實內地大部分人的錢 都是在樓上 所以 如果 你要捱起 那個經濟 首先要提振 大家對 物業市場的信心 有人說 不行 不可以這樣 不可以提振 為什麼不可以提振 你要有個財富效應 你做什麼都要有個財富效應 那些樓下跌到 越跌越沒有人買 不要跟我說 有人留言 那些樓下跌七成 很棒 那些樓下跌七成 不是這樣的 香港班冠軍 ECK說的 我想陳靜心 也是 我不敢說他一定有看這些雜書 但是我覺得他對 習生說的話 也是了解的 所以才這麼生氣 其實 我是理解的 有很多事情 根本 現在的情況 真的 還未如理想 是還未如理想 河虎座一定要提振 樓和股 那些人才會開始消費 其實 救過樓市 是容易一些的 我的看法就是 是會比救股市 因為你救完樓市 股市都會跟著升 起碼是內房處理部分問題 內銀的擔憂也沒有了 如果你不處理樓市的話 內銀的股價 是沒辦法升上去的 那究竟 現在的政策會如何 我覺得國家不會太急 因為如果你太急去救 為什麼我經常看短時間的挑戰很大 不會慢慢的去救 為什麼不會慢慢的去救呢 一慢慢的去救的話 那些 內房的老闆 他們沒有誘因做好事情 所以現在 你慢慢的救 你給他們一些壓力 他們就盡力都要做好事情 我也說過事實 所以 如果 幻想 有很多人都幻想 有很多政策 排山倒海 出來 賺到股市 會上升到 萬七萬八點 有些人是這樣看 我告訴大家 沒有什麼用 真的 不是暢淡國家做的事情 而是國家 現在正在做的政策 都不是要把市場賺上去 因為 其實 股價低迷 已經經歷了一年多 一年多 那些事情 那 即是在下降軌 你是不是這樣賺上去 就真的會上去呢 現在政府用錢 扔錢進去 如果真的是真金白銀 因為有些傳聞說 要兩萬億平準基金 那些 如果真的是真金白銀 這樣賺錢進去 這些是泥牛入海的 這些是 我不是開玩笑的 真的 你兩萬億 說真的 在市場那裡 是不是真的很多錢 結果是被委員走的 我的看法就是這樣 那我講到這裡 就差不多了 那 Jacky Leung他就說 但是中央 由推行外國者治港 已經不是港人治港 那不是的 那些外國者全部都是香港人 所以你說不是港人治港 又不是的 不過我講到底 其實 習主席也是講人民治上 一定會處理經濟問題 所以我根本 對內地長遠來說 是有信心的 只不過現在是 短期之內 一定有些挑戰 那在香港 是不是真的有行人民治上 那他們是大條道理的 他們可以說 現在不是一國兩制 現在是一國兩制 現在不是一國一制 說錯了 先說清楚 現在不是一國一制 現在是一國兩制 那香港可以走錯那制 可以這樣說 但是 這樣說 現在是一國兩制 因為下主任也說 現在要處理那些 利益繁尼 利益繁尼 不是中下層的人 現在最傷 政策出來的 全都是中下層 中下層的人 那些人 不會是固化利益繁尼的一份子 中下層的人 中下層的人 什麼都沒有 在香港 那我講到這裡就算了 周蕭就說他做事 都以身邊的人為本 其實 都是要 有個人本 文本思想才行 那 佐特就說 阿超哥借著習生後台 來賭米 搞至PK 那 現在 他們那群人說 習生都稱讚李家超做得好 其實就是 什麼都不用改 其實就是 什麼都不用改 哈哈哈哈 那丁丁就說 市民覺得 過得不好 好啊 7頭 你覺得不好 是 因為你悲觀 你看不到 這個 外國者治港 由自及興的好處 那政策分裂員就說 現在正在處理 這些聘經濟的人 其實是的 不過 我覺得 為什麼會搞成這樣 其實 這些是立法會 行政會議 都是要負責任的 區議會議因為太新了 我不覺得需要 現在才做了二十幾天 區議會就沒有必要負責任了 不關區議員事 但是肯定跟立法會議員事 哈哈哈哈 那炸油院就說香港 走得完全中國化 一國兩制 玩完 這樣 我不知道 這些 ACK就說無編說話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我真的不敢說 是無編說話 現在很多人說他做得好 很多人說他做得好 那沒辦法 是不是 嗯 炸油院就說 現在香港沒有優勢 現在香港有優勢 沒有站人邊的 令人擔憂的勢頭 其實是 其實很多人都擔心 不是開玩笑的 那些人說沒事 現在好啊 正好啊 照樣去的 講這些話的人 很多錢都轉了去新加坡 我告訴大家 真的 真的 算了 就說到這裡 明天早上網第一線再見 就是這樣 多謝大家的支持 拜拜 旁邊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